我剛剛就想說今天 今天側分大家一定會說我耳頭很反光 然後本來想說要不要戴帽子 然後結果奶奶她就拿了這個帽子 叫我戴 她說她不喜歡這個帽子 可是這個帽子跟我今天的衣服也太不搭了吧 所以就被我丟到一邊 Tawa哥們晚安 就知道 今天是不同的Mina 今天是Maiyan 還是Maiyan的造型就這樣 側分 HELLO 我揪爛 晚安 今天好不一樣 因為瀏海吧 瀏海很重要 HELLO 星期五的孩子 晚香 晚安 額頭迷拜託 可是額頭7.5公分的偶像 不要小看我了 HELLO 倫利頭 倫利頭 晚安 謝謝戰爛的豬豬牛 因為冬天嘛 冬天我就很喜歡側分 那雞又在叫 好大聲 圓公公 晚安 第一次看到額頭的樣子 哪是第一次 我之前很常 我只要冬天我都蠻常側分的 這樣比較方便 眉毛又畫壞了 有嗎 我眉毛畫壞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畫壞了 哪裡壞 哪裡壞 雞在刷存在 雞在刷存在 這時間想被做成雞牌嗎 雞都日夜點倒 對啊 不管什麼時間他都在叫 他其實都沒有睡覺 HELLO 中和喵喵 好 晚安 好 晚安 蠟筆小新 蠟筆小新的眉毛應該再粗一點 但我眉毛是真的蠻濃的啦 洗衣機的聲音 對啊 現在在洗衣服 SALU 晚安 HELLO 阿霄 喔 中喵只是手滑跑出去而已 手滑喵 謝謝下我的真情告白 大家會很不習慣嗎 露額頭的米娜 冬天可能會很常露額頭喔 因為冬天我不會每天洗頭 夏天每天洗頭 冬天沒有每天洗頭的話 他就不想要瀏海碰到自己的額頭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撤分 所以冬天就蠻常會看到我 撤分 畫面很亮 會很刺眼嗎 冬天這麼冷靜藍藏了 實是因為沒有洗頭的關係啦 可以去額頭那裡翻滾嗎 去別人額頭翻滾 這是什麼奇怪的請求 露額頭感覺是我很久以前的照片 沒有啦其實 每一年冬天都有 你們現在回去翻我去年冬天的照片 也是有露額頭的 不洗頭不會有味道嗎 不會啊 因為我今天都沒有出門 我今天都沒有出門 所以不會 不會有味道的 自動打光的感覺 我覺得今天直播間特別亮是不是 懷孕晚安 哈囉微臣好久不見 不會很刺眼 米娜自帶光芒好嗎 謝謝漢漢 腳安抱抱 這個衣服好像皮膚是 喔對耶 之前好像穿這件 你們也是說 看起來好像 啊因為我那時候好像 這裡抱著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就說看起來好像沒有穿衣服 有啦我有穿 都聞到味道 最好是啦 但是我最多就一天不洗頭而已 因為我是還蠻容易出油的 所以我就是只能一天不洗 沒有辦法再多了 我會很不舒服 露卡也說昨天沒有洗頭 就冬天天氣很冷嘛 然後沒有出門的話 就第二天沒有要出門的話 通常就不會洗頭 局組是施雅帶的 我不喜歡 可是施雅很厲害 施雅可以很多天不洗 我只能接受一天 就是隔一天一定要洗這樣子 一年世紀每天洗頭 男生吧 男生的話頭髮那麼短 每天洗沒有差 女生的話就是長頭髮比較麻煩 就不會每天洗 吹頭都好久了 這個很厲害還蠻厲害 怎麼看那麼多天不洗頭 然後又不油 而且重點是聞起來還是沒有什麼味道 這樣子 男生每天都洗啊 因為男生頭髮很短 巴巴也沒有每天洗 巴巴你頭髮那麼短 還不每天洗 你那個頭髮 用施毛巾擦一擦就差不多了吧 施雅不喜歡這則情報 沒有 我只想要跟你們說 就是是香的 是香的 施雅的頭皮是香的 我有聞過 現在蜜娜也是短頭髮 可是跟巴巴比 巴巴那才是短頭髮吧 但是就只是不想 就冬天很冷 不想要每天洗頭 有來有穿衣服 一天不洗就變油頭 那不是也很好嗎 天然的髮油 髮油也很貴耶 天然髮油 這樣梳個油頭上去 男生梳油頭很帥耶 施雅在頭皮噴香水 香水不能噴在頭皮吧 哈囉 孝賢晚安 羊羞晚安 羅侯晚安 謝謝蛇王的腳安抱抱 不用吹頭髮出浴室就乾了 也是蠻方便的 巴巴有沒有習慣現在的髮型 有聞過是哪招 因為就很好奇啊 就很好奇 那種多天沒有洗的頭髮 就是香的嗎 還是會有味道 巴巴沒辦法梳油頭 太短了是不是 要留長 沒關係很快耶 頭髮長很快 你們看我的頭髮 當初剪完的時候才到哪裡 現在都已經蠻長的了 哈囉 盡喵喵晚安 欸 熊抱耶 可愛 是誰送我的熊熊 謝謝羅烈蘭的熊抱 都不講的 害我來不及反應 還好我聰明趕快後退 不然熊熊就浪費了 喜歡長髮之宜 所以不喜歡現在的米娜 我現在算是短髮嗎 算吧 沒有到鎖骨穿是短髮 包子臉 對啊 我就包子臉 冬天大家都想 想米娜了 想吃包子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高淨輸什麼 高淨是誰啊 由頭都可以輸啊 就是很多那種正式場合 不是都會 男生都會輸由頭嗎 穿西裝的時候啊 哈囉 林晚 周宅晚安 現在到握手會都不洗頭 握手會3月還很久喔 如果到握手會都不洗頭的話 你應該跟那個 你的頭髮會變硬耶 就是 但是 在台北車站 那邊附近有很多那種 街友 他們都是不洗頭的 我看到 頭髮留好長好長 然後都沒有洗頭的 他其實頭髮是會有 油 然後 然後跟一些髒空氣結合 然後乾掉 變成一種 一種油垢 然後他的頭髮就是硬硬的 在那邊 很可怕耶那個 中和喵喵都是油頭 可是想換髮型了 中和喵喵還可以試什麼髮型 長髮嗎 我是蠻喜歡男生留長頭髮的 因為我 我自己是 覺得自己比較適合短髮 就是現在看以前的照片 就覺得自己短髮真的是比較好看 不但是現在因而非有消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但是覺得 好像短髮我的五官比較明顯 就是長髮的時候好像 長髮的時候好像就 沒有什麼特色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短髮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適合短髮的女生 所以看到有男生留長髮很好看 就會覺得 哇 就是很驚艷這樣子 像陳浩南那種 蛤?陳浩南是誰啊? 陳浩南是誰? 陳浩南是誰? 那種長髮的那種長辮子嗎? 但那個髮線有點太後面了 對 集體不剪頭髮 但是我覺得男生長頭髮還蠻挑人的 我自己是覺得那種 那種美男型的蠻好看的 但是很少人可以這麼好看 就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所以如果男生留長髮是好看 我就會覺得 哇好厲害這樣子 那個是陳浩南 欸姐你搞混了 他們說 反親父母都是陳浩南欸 那陳浩南是誰? 陳浩南 等一下他剛剛說的是 等一下 剛剛說的是誰啊? 陳浩南 陳浩南是港片那古瓦仔的啦 怎樣? 潘家怎麼回事? 潘家怎麼回事? 各種搞混 天地會 那是陳浩南 你講的是陳浸南 陳浩南 陳浸南 小小吩咐清楚 是古瓦仔 對我跟奶奶都沒有看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明娜應該只知道F4的暴龍吧 啊 暴龍是顏承旭對嗎? 顏承旭長髮很好看 對 就是那種美男型的 一時想不出有誰是 長髮好看的耶 但顏承旭真的真的好看 今天額頭好亮 唉唷 昨天沒有洗頭嘛 讓我的額頭湊氣一下好不好 蛤? 好什麼 哈囉 落日一下喔 聽說你是嘟嘴控 所以我現在要用我的嘴巴擦螢幕 謝謝志豪的啾啾你喔 正原唱 正原唱也是美男型 長髮好看 三下之久 喔這是我男神 是我的男神 唐鳳 是你的女神啊 唐鳳 又是一個沒有聽過的人名耶 唐鳳是誰啊 你就想浩南什麼時候反親復命 年代 年代 年代根本不對啊 人家是 人家是 港 演港片了是不是 在 離清朝太久了吧 是穿越時空嗎 以前Mina在澳門沒有遇過 人家造型怎麼不一樣 因為昨天沒有洗頭 所以現在 就是讓 就頭髮很油 所以把它撥到旁邊 讓額頭不要太油 讓額頭透氣 謝謝信偉哥的應援棒 謝謝弱日一笑的告白氣球 男生流長髮綁辮子嗎 為什麼大家想到男生流長髮 就想要綁辮子 因為以前那個 古裝劇的都會綁辮子 我覺得都可以啊 其實都可以就是看 但我就覺得男生流長頭髮很好看耶 因為我流長髮沒有男生好看 如果有男生流長髮比女生好看 我就會覺得 我眼睛為之一亮這樣子 遊戲Hero晚安 唐鳳是長頭髮 吳鳳沒頭髮 吳鳳我好像知道是誰耶 是一個藝人是嗎 是一個藝人 哈囉 幸福來的太突然 晚安 麥迪晚安 鎖骨很漂亮 謝謝 我很常被稱讚鎖骨耶 開心 小千那個長度嗎 差不多我覺得小千的長度蠻好看的 對 但是 臉的話就 不是美男型的 外國人流長髮都很帥 對 外國其實很多很多搖滾 樂團的樂手都是流長髮 然後都整個被摔到耶 就好好看喔 是土耳其的藝人 是土耳其的藝人 我好像知道耶 他有去上那個什麼 二分之一牆 是嗎 囉 你晚安 臉就果妹 那是 欸 話不是我說的喔 我不是我說的喔 果然還是要看臉 我就喜歡那種很美男的臉 然後流長髮 就很好看 小時候看到清朝人都覺得為什麼禿頭要旁邊之間 誰啊 太壞了吧 禿頭的人 禿頭的人 有辦法 等一下 綁邊的人 不可能是禿頭吧 欸 也可能是禿頭齁 可能是地中海啊 欸 對那地中海的人 那他就只能再把髮線再後退一點了 所以以前都沒有禿頭 因為他們都 流很長 啊啊 對不起是 逼頭 欸我一直不斷講話 逼頭 要剪頭髮 沒有 為什麼很多人看到我都 都會問我 就 時不時就有人問我說 欸 Mina有剪頭髮了嗎 我就想說 我不是說我不會再剪頭髮了嗎 因為我上次真的被剪太短了 然後 然後而且我真的不太喜歡上次剪的 所以我就是 現在很努力的想要把頭髮留長 所以每次有人就又問我 我就說我不會再剪頭髮 會把頭髮留長 至少留個半年 然後每次都會有人說 Mina是不是有剪頭髮 我就會有點 有點想說 就是 哪裡感覺變短了 我明明就很努力留長 結果大家還一直覺得 變短了嗎 其實我頭髮算是長得蠻快的人 結果 你們還覺得我 還是有人覺得我 頭髮變短了 害我有點想難過 髮尾比較翹 有嗎 可是我已經 我 我有夾 我有夾內腕 不然其實 現在這個長度 是會軟翹 而且因為冬天啊 我睡覺的時候很喜歡 就是把頭整個埋到棉被裡面 不見天日的那種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一個爆炸頭 因為我就可能 就鑽在棉被裡 然後就 就滾來滾去 然後起來的時候 頭髮就會變成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奇妙狀態 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用 用吹風機好好吹 或者用電棒再夾 不然頭髮太可怕了 就很溫暖啊 冬天窝在被窝裡面很溫暖 Mina頭髮是變長了嗎 有 真的 喵喵懂說話喔 有好不好 頭髮留那麼久 怎麼可能沒變長 喜歡蓋住頭 很溫暖啊 想看 真的很恐怖耶 就是那種 很像善雅人的頭 而且還會起來 有點那個 靜電有沒有 還會往上飛 今天 今天 奶奶起床的時候 他超好笑 他也是這裡 翹一根 不是一根 是一大搓頭髮 然後翹起來很像一根 就很像天線寶寶那樣 然後他起來就被我笑 天線寶寶 我說奶奶要是天線寶寶吧 笑死我 哈囉 Ronaldo 晚安 不是呆毛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哪有那麼粗的呆毛啊 那你太細看不到 為什麼我的心 蛤 所以 Ronaldo 是田中喔 田中 你在這樣講我 我要生氣囉 我明明 就直接 就直接到我個額頭捏 然後說我這樣子 像諧星 明明 每個女生都漂漂亮亮的 希望自己就是 就是 能夠被人家稱讚好看 沒有一個女生會希望自己 換一個造型 然後被別人說像諧星的吧 就是 你太常這樣講 就是 就是不太好 沒有人會喜歡 但是我脾氣比較好就算了 但我想要嚴正的跟你講這件事情 就是不要一直說別人像諧星好不好 尊重每個人不同的髮型 沒有生氣 我現在是理性的講 不然你這樣子會交不到女朋友 再來替你擔心 還是其實已經有了 好啦 隨便 你看小憶都出來 出來講話了 哈囉草莓江好久不見 王子狗狗 王子狗狗晚安 你看人家王子狗狗就是這麼的會說話 曾經跟柯南一樣的髮型 柯南什麼髮型 喔那個刺刺頭 那不就跟小腹一樣的髮型嗎 那個髮型不好整理吧 那個感覺一定要用髮蠟才能抓出來 有呆毛的女孩都是正妹 希恩你在巴結奶奶嗎 巴結奶奶沒有任何好處喔 因為奶奶啥都不會 我不會啊 你會幹嘛 我會知道 好喔 誰不會啊 月球人要連線了 為什麼 為什麼 要登這片陸地嗎 謝謝正人的春春你 喔對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其實沒什麼化妝 就是 我今天是只有畫一點眼影 跟眼線 對 然後 然後一點點眉毛 沒有 然後沒有其他就是 沒有用懶眉膏什麼 所以可能會覺得我眉毛顏色很深 就是沒有用懶眉膏 Vina的眉毛就是這樣子 但懶了真的會差很多 對 就是跟髮色不一樣 你現在會覺得我眉毛存在感很高 是因為我今天沒有懶眉 像奶奶不怕被打嗎 喔我跟你們講不會 冬天我很安全 因為奶奶她冬天她都 躲在被窩裡面 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的話 她是不會輕易離開她的被窩了 那通常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比如說我買了一包零食 然後就在客廳吃著 嘎嘎嘎嘎 哇好好吃喔 好香喔這樣 然後奶奶就 我想吃你來餵我 然後就 嗯好好吃喔 但不吃我要吃完 然後她就會動身這樣子 對 就大概要這種狀況 她才會挪動她的 才會挪動她的神曲這樣子 哈哈哈哈 Mina亮到感覺很油 可能搞不好真的有點出油呢 看看 還好現在沒有很油啦 其實 像小蘭的髮型很危險 那個動漫人物的髮型 就是現實生活很難留耶 哈囉阿妮娃 小夫的髮型可以刺人 直接當她的武器了好不好 奶奶叫不出去了 應該不至於啦 感覺這裡還蠻多人 喜歡奶奶的 趁機嘴奶奶 對啊 王子狗狗是直男 蛤什麼 奶奶說他很搶手 有嗎 你們要的話 給你啊 全部給你們 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奶奶都放在那裡了 王子狗哪是直男 直男不是都很不會說話嗎 就是 就是比如說今天我露了額頭 然後直男就會說 你今天好像哪裡不太一樣 但我說不出來哪裡不一樣 或是根本沒有發現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奶奶有很多的意思嗎 所有的奶奶 奶奶 奶奶可以有很多個 但是沒有用的奶奶只有這一個 就在我家耍廢的這一個 對啊奶奶有很多個啊 但沒有用的奶奶真的不多 這事實上不多 很少人可以頹廢到這個境界 當渾然不知的這種 你怎麼會 欸 萊福很激動 那是小孩子 不是指男 好好好壞喔 好好講話怎麼那麼中肯 真是 可以也埋在松菸啊 松菸的土地 難怪我看那寸土寸京台北市 那松菸房價 哇 信義區越長越貴欸 就是因為那邊埋了很多奶奶 先埋了那個地有沒有 以後再慢慢玩 哈囉 郁城好久不見 台中的姐姐 喜歡台中的姐姐 這個姐姐很棒 沒有這個姐姐是最廢的 萊福表示贊同 我聽得出她望中的含義 對 為什麼這麼用力的在diss奶奶 有沒用的小故事嗎 奶奶喔 奶奶故事沒什麼欸 她就是一個很無很無聊的人 她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臥病 喔沒有臥病 反正她就是一個臥床 日日夜夜臥床這樣子 然後非常喜歡用外送服務 就是沒有事情她不會出門的那種 然後她的日常大概就是 聊天 然後看個youtube這樣子 看個劇等之類的 然後連起來倒水都有 就是不願意的那種人 像植物人一樣 差不多差不多 沒有臥病但一直在床 很享受人生 是過得蠻快樂的人生啊 但是我真的無法耶 就是如果 要一整天躺在床上 我會有點 有點罪惡感 就會覺得天啊 我今天這樣子 就是很浪費時間 會有點良心過意不去 但是奶奶可能沒有良心吧 他自己說的喔 爺爺是僕人嗎 應該差不多 謝謝昆昆的年度選票 喔 CKU說奶奶是幫 冬天幫我暖床 冷很好 奶奶真的身體是蠻熱的 奶奶真的身體是蠻熱的 因為我這個蠻軟的 你在講人話嗎 冷暖的人是什麼意思 床上馬鈴薯 對啊 奶奶常常在床上吃馬鈴薯 就是那種薯片 我快氣死了 我快氣死了 怎麼可以在床上吃東西 會掉屑屑 到時候很多小牆 謝謝季風亮的應援棒 哈囉 風馬晚安 米娜也是僕人嗎 對我是女僕 我是女僕 謝謝瑞和的浴衣 會掉屑嗎 當然會啊 以前小時候 如果想要在房間吃東西 都會被爸爸媽媽媽罵了 然後現在沒有爸媽在身邊了 奶奶就無髮無天了 難怪我看她頭髮越來越少 無髮無天啊 這樣會長螞蟻 奶奶比較喜歡吃鹹食啊 哈囉一棵樹 奶奶馬鈴薯 奶奶根本就是那個爛泥 馬鈴薯泥吧 我是誇獎泥 你奶奶奶要凸了嗎 無髮無天啊 如果可以想要一直躺著 可以躺就不要坐 企鵝也太企鵝的生活觀了吧 企鵝就是 企鵝就是睡覺的時間很多啊 我也不敢 不是不敢在房間吃東西 你就覺得在 從小爸媽的教育 就說不要在房間吃東西 所以我吃東西 我一定不在房間 今天超用力的虧奶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講到奶奶呢 奶奶今天存在感很高耶 謝謝孝賢的守護鈴 奶奶會不會在床上喝著奶 會 而且她還很常打翻 這是最讓人生氣的 她就常常喝那種手搖 然後就是在房間 在沙發什麼的 然後就常常打翻 對 她竟然打翻在床上耶 瞎眼 她超常打翻東西 誰會故意 就是不是故意的 然後還很多次啊 打翻真的很煩 沒事啊 拿來自己去洗 我是沒有意見 只是覺得 那就叫你不要在房間 甚至在床上喝飲料啊 然後結果又很容易打翻 真的不行 我講那個會的眼神超不爽的 有嗎 我調整一下 會嗎 真的不要在房間吃甜食 哎呦 就在房間吃東西都不太好 就不太乾淨 就房間是睡覺的地方 聽到床上打翻甜的嚇到滑車前 有那麼驚恐 沒事啊 她有洗乾淨就可以 Akira家沒有洗澡不能進房 這麼嚴苛喔 這麼嚴苛 我們家是因為沒有大人啊 沒有大人管 所以其實就是蠻憑個人良知的 但我的話 我基本上 我知道你不用再強調了 對 我的話基本上都會洗完澡再上床睡覺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比較困的話會 睡個午覺什麼的 應該還不算很髒吧 就是沒有到那種很潔癖 就是說我今天沒有洗澡 絕對不上床的那種 就是很累可能會小咪一下 小咪 嗨我是小咪 小咪 奶奶完全無法反駁 她也沒有反駁的意思啊 奶奶感覺很樂在其中 對我就是廢啊 就是她是一個廢 廢到廢中之廢的廢廢啊 剛剛又被Mina的限動通知片了 蛤 什麼限動通知 舊的 然後現在才通知嗎 為什麼 小咪一下就睡死了 我以前很常這樣子欸 就是讀書很累的時候 每次小咪一下起來就是三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都不睡午覺了 我就是早上睡飽 睡到超飽超飽 然後不睡午覺 不然我的午覺一睡是三個小時 太恐怖了 IG最近會亂跳 真的喔 我IG都不開通知的欸 我不喜歡開通知 因為我不用開通知 我就會自己點進去看了 所以我都不開通知 欸話說我那天直播結束 我就看了我IG的 那個平均每天使用的時數 結果是 欸你們猜 好煩喔 都要公布了 然後叫你們猜 你們猜 我IG一天平均用多久 IG的通知壞掉 是最近嗎 還是今天而已 18小時怎麼可能那麼多 蛤你們都猜那麼多 3小時5小時8小時 你們有覺得我有那麼常用IG嗎 以Mina個性2小時以內 為什麼 我的個性是怎樣 你們也猜太高了吧 我有那麼久 37分鐘是什麼 這完全是亂猜的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很接近 10分鐘是孝賢本身嗎 你本人嗎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猜中喔 8小時太久了啦 看一下喔 嗯 蛤好像都沒有人猜到耶 好像都沒有人猜到 氣而半小時以內 我上次說一定會刷完 對啊我會刷完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愛吃麵麵的皮卡丘是誰 你是誰 你為什麼猜對 一個小時16分 為什麼連分鐘數都知道 等一下 為什麼我是可以查得到嗎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可以查得到的嗎 為什麼知道 可愛 對啊 啊 驚訝到我 驚訝到我的那個 講話頻率都變高了 什麼啦 為什麼會知道 為什麼會知道 這兩隻啊 你是誰 愛吃麵麵的皮卡丘 這是誰啊 1042306高雄市 誰啊 為什麼會知道 為什麼 對啊 一個小時16分啊 真的假的啦 我剛才才說都沒有人猜中 因為 你們猜的就是不是 兩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就沒有人猜到 沒有人猜到一個小時的耶 然後我本來已經要公佈答案 然後就看到有個人說 一小時16分 我想說 真假的 連分鐘數都猜對 這是你使用的時間 真的假的啦 跟我一樣 對啊 我是一個小時16分 它好比鐘瞄短喔 真的喔 但其實比我預計的好了 就我本來也 想說我會不會用很久 我本來也猜可能會不會兩三個小時這樣 然後看到是一一開頭就覺得放心很多 一個小時16分 八八平均都很長 真的喔 好啦 我覺得一個半小時 一個多小時還行 還行 但我覺得可以再少一點點 控制看能不能縮短 控制在一小時左右 是來自未來的Mina 未來人是你 欸我真的嚇到耶 還是其實那個是 最多人IG普遍平均使用的時間 就是一小時16分 然後我剛好是那個平均值 Mina追蹤的人不多 是沒有很多 就200多個啊 就是你每天滑多久IG 就是那個IG那邊可以看你 你每天滑IG平均滑多久 哈囉哲瑋晚安 笑嫌一小時41分 比我多耶 一個小時 一天一個小時 但其實我覺得一個小時不算很多耶 因為 IG就是一個你沒事就拿起來滑 可能滑就10分鐘10分鐘 左右 然後我的話可能 因為每天還要想一下打文章什麼 可能文章有時候就花了蠻多的時間 所以實際上滑時間應該是 差不多一個小時啦 三個半小時是總有算的 還是你都掛在IG上面 扣掉工作需要可以壓在一個小時內 可是說真的喔 如果我不是工作需要 我原本 我是不太用社群的耶 就什麼Facebook IG 我只有Facebook跟IG而已 可是 這兩個我本來也都不怎麼用耶 就是我不太會更新 不太會發文什麼的 然後我不發文 我也不會去 關心別人 去關心別人在幹嘛 我的話之前的話大概 大概大概滑個5分鐘 不超過5分鐘我就會關掉了 就是可能那天有 有事情可能打開看一下 大概看個5分鐘 我就會覺得手好累 然後就會關掉 就不會繼續看 然後現在是因為工作嘛 所以我就會 看IG 然後可能會看你們的留言啊 然後還是 還是什麼回復之類的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 沒有要經營社群 我原本是都不太用社群的耶 我就是一個很與世隔絕的人 而且像很多事情 我也是就是 直播你們跟我講 我才知道的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 我就是很喜歡音樂而已 我會很注意哪一團發了什麼 什麼新的歌曲之類的 然後會對音樂很著迷 聽很 花很多時間在聽音樂 但是 看人家的那種動態什麼 或是要我更新我的日常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必要讓別人知道 我每天就是在幹嘛 所以我不會去 就像你們之前說 Mina好像很少 發現動發自己的一些生活 結果真的蠻少在用 因為我不是工作上面的東西而已 但真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 我是不太用社群的人 明星晚安 海訓只要76分 什麼意思 今天露耳頭好罕見 不罕見 冬天會常露的 FB很多影片 但我對FB的影片覺得很還好耶 就是怎麼講 Facebook 他推薦的影片我都沒什麼興趣 他都推 他常常推那種什麼 什麼什麼 黑男丘比特啊 還是什麼 什麼 配對的 然後我對那根本就沒有什麼興趣啊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為什麼 對那一則影片按讚了的話 他就會推薦那個影片給你 只要有一個人按就會推薦給你 所以我就 好啦我真的是沒什麼興趣 我現在也是與世格覺得感 有嗎 有嗎 我現在有比較關心時事一點了吧 王子狗狗每天才用半小時看IG 差不多啦 應該跟以前的我差不多 貝斯嫻張力那麼大 我還能覺得累 不是啊 就是滑手 我是覺得 就是一直用食指就覺得很累啊 然後眼睛也很累 就看手機覺得很累 我應該關心YouTube時數 YouTube時數應該蠻久的齁 好下次看看 不知道欸但我覺得Facebook推薦的影片 我都沒什麼興趣 原本都只有用FB連IG都不知道 我也是啊我也是啊 我原本也是沒有在用IG的 IG是近幾年比較多人用吧 就很多人現在都沒有在用FB 都轉贊IG了 我現在也沒有在用FB 以前看誰的朋友的嗎 什麼看誰的 你說IG還是FB FB 不是為了偶像都不會用IG 我不知道我YouTube會看多久欸 搞不好沒有我想像中久 大家現在都在關心自己IG的使用時間 高中的時候平均四小時 詹先生是沒有在上課嗎 上課無聊的時候都在划IG對不對 因為上課時候也不好意思看什麼 有聲音的影片什麼 所以就划IG看看照片 FB就是拿來抽獎留言分享的APP 好壞喔好壞喔 FB都拿來講小秘密用 跟誰講小秘密啊 YouTube可以看很久 是沒錯可是我眼睛會累欸 我有時候眼睛看累我就不看了 聽音樂應該是最久的 FB都推薦你看邦馬馬 喔邦馬剪指甲的影片 不覺得很奇怪 但王子狗狗是對剪指甲的影片 有特別的那個嗎 還是因為 他可能常常聽到我剪指甲 最好是啦 還是就是有朋友按讚所以就推薦 因為我對FB的那個推薦我也不是很懂 就常常推薦一些我沒有感興趣的影片 使用FB的族群現在平均年紀在40 我媽好像也會用FB欸 高中還沒有網路用 我們家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裝網路的 常常會看YouTube看到睡著手機掉到地板 那你要買好一點的那個 防撞什麼犀牛保護盾欸 不然手機都摔壞了 為什麼FB推薦你倉鼠的影片 欸我IG的推薦的那個 推薦的那個照片都是倉鼠欸 各種倉鼠 應該是我看到倉鼠的照片 我就會看特別久吧 就很可愛很療癒 因為我不發文也不點讚 所以就從朋友的喜好來算我 對但我就沒有興趣 我不太用FB 感覺媽媽是在臉書發長輩文的那種 你說Mina媽媽嗎 她其實不太會發文欸 她其實不太會發文 她不太會用啦 她都默默的看 我的IG會不會推薦國外貝斯吉他的廣告 不會欸 YouTube會出現 YouTube會出現那種 貝斯吉他的廣告 IG有廣告嗎 有啊 我還常看到你們的廣告 喔 我也是 我通常也是看到我們的廣告 什麼運動會那時候還蠻常看到的 YouTube推瓦爾多影片 有欸 我被推那個影片好療癒喔 擠痘痘的我沒看 那瓦爾多的我有看 那我看了一支 然後她就推薦我好多支瓦爾多的影片 那我覺得 那個吃飯時間看有點 有點牙敗 不想吃飯的時候看 IG的story會滑到 喔 那我好像都是耳機的耶 我好像都是耳機的廣告 耳機還有最近想要買什麼 喔最近想要買那個 電燙棒 就是那種蛋捲燙的那種 我還就是想要買 本來雙十二想要買 可是又怕自己用不到 想說先不要衝動好了 所以就沒有買 然後之後我每次滑IG 我覺得最近很常看到就是那個 蛋捲燙的那個機器的廣告 然後我每次都會看完 因為每次看都好心動喔 好過分喔 對 那想說先 還沒有決定好要不要買 再讓我考慮一下 那或者是耳機的廣告 藍牙耳機 可能因為我之前藍牙耳機不見了吧 然後她就一直推薦我藍牙耳機的廣告 我在Google搜尋什麼 她就給我什麼廣告 我在Google搜尋的東西 所以她會在IG出現 那應該就是吧 就是那種 我搜尋過的東西她就會推薦給我 電燙棒還有耳機 是我最近最常看到的 剪馬指甲跟蛙耳朵屬性差不多好看 欸我沒看過剪馬指甲的影片 為什麼是剪馬的指甲 為什麼不是剪狗狗或毛毛 謝謝劍谷的楓葉 耳機不是找回來了嗎 對啊 可是還是時不時會看 因為之前常在搜尋吧 買了又一直看那個廣告 沒事啊 反正就滑過去就對了 YouTube都推薦你看F1賽車啊 小翼喜歡賽車 之前刺青的時候就會一直出現刺青廣告 對啊就是這樣 而且我聽說曾經有人就是 他沒有搜尋那個東西喔 那好像只是他跟朋友在 講話的時候有聊到那個東西 然後他說第二天就看到那個的廣告 然後就說iPhone是不是 平常就一直在監聽我們 就覺得很恐怖欸 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個事情 他有覺得有點可怕 狗狗剪毛的影片 感覺蠻療癒的啦 哈囉阿翔 懶得剃鬍子之後就出現了一堆剃到廣告 為什麼會知道你不剃鬍子啊 鏡頭有在看是不是 三搜尋的履歷會有差嗎 來 Mafio晚安 一直想要買Apple的耳機 但廣告還沒出現 就去買啊 喔他有錢包啦 錢包 當然錢包我就很難很難決定 還沒有買 有優 喔你說我現在講到一些關鍵 剃鬍子的刀 剃鬍刀啊 或者是什麼 或是F1賽車 看明天會不會出現在廣告 如果出現就厲害囉 肺炎T恤就是在IG買的 真假的 我真的還不知道怎麼在IG買東西 還有刺青的廣告 指甲 明天要來看看 巴黎內晚安 唉唷錢包真的很難買 就很難 很難挑到一個 就是符合自己使用習慣的一個錢包 真的找了好久好久 其實我最近 我最近有看了一個牌子 我不知道你們對錢包有沒有那個耶 那個牌子 等一下那個牌子叫什麼 叫 好像叫Famer 好像叫Famer 但是 我上網查評價好像就是很兩極 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我就到現在還沒有買 等一下 我把那個牌子打穿 你們 你們看你們有沒有聽過 因為我不太知道 是這個嗎 Famer Famer 是這個嗎 好像是這個耶 還是 還是 Vamer 應該是 欸 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是Vamer還是Vamer 但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我 而且因為它是沒有實體點的 它只能在網路 所以我怕 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買 Vamer 所以我沒有打錯 只有聽過LV 喔喔 錢中都用LV啦 那個太貴了啦 我覺得錢包 因為我之前的錢包 很便宜 就是一百多塊而已啊 但是因為它用很快就壞了 它想說可能買個 差不多一千出頭的就是 用好一點的錢包 可以用久一點點 網購有見賞期不喜歡 退掉 可是退掉很麻煩吧 商品圖片看起來很時尚 但是就照片啊 就是照片不知道 實際上好不好 而且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什麼真皮 可是要賣一千多五 有點不知道值不值那個價錢呢 只用名片夾 可是我需要那種就是 零錢袋可以打很開的那種 因為我就是很多一塊錢 沒有啦 零錢比較多 就我不喜歡那種 就是一個拉鍊這樣子 然後零錢你要用手這樣去掏 就很不方便 我現在的錢包 繼續用存照錢之後買好一點 那我現在錢包真的很破爛耶 就破爛到我真的很不想拿它出來的那種 Mina不喜歡也是懶得退貨的感覺 就是我平常說買便宜的東西 不喜歡就 就可能 對就算了 就懶得退貨 退貨很麻煩 而且很多東西就可能是海外寄啦 還是什麼 可是買貴的東西 買不好的話 還是要退吧 不然一千塊也蠻貴的 壞掉就就蠻一樣的不想思考 可是我那個錢包很爛 我不想買一樣的 可以換一個500多的就不錯了 但是就是要挑到自己喜歡 因為我喜歡那種兩折的錢包 然後零錢袋要夠大的 但是有的可能就是 零錢袋很大 可是它要打開三折 就覺得很麻煩 就是很難挑到符合自己需求的 還是要買有實體商店牌子 但是其他都很貴你知道嗎 而且我對那種品牌又不是很了解 所以又一直不敢亂買 可是錢包又破舊到一個不行 皮革街 皮革街是哪裡啊 女生的錢包都很大一個 我自己是不喜歡很大錢包 我喜歡短假 就小小的 像詩雅的那種 蛤那個太貴了吧 那個太貴了吧 其他成員 其他成員都用什麼什麼 小CK還是什麼的啊 那種 可是我沒有想要買小CK 小CK 小CK就是我也是看網路評價好像也說沒有 沒有很好 不知道欸 小CK喔 好我考慮一下 我 買過網路的錢包之後就不敢在網路買 為什麼也是不好的購物體驗嗎 謝謝REX的應援 買幾千塊的刮到會很心疼 所以要買黑色啊 錢包買黑色就不怕髒 要耐刮 女生都拿什麼錢包 我自己是喜歡小的 因為小包包就塞得下 不貴的定義是多少錢 錢包嗎 我覺得 2000以內吧 但最好是1000出頭啊 謝謝REX的全生 不是全生員 全力生員 全生力員是什麼 夜市很多人在賣 但我那個之前那個就是有點像那種 好像在地下街還是 就是像跟夜市賣的差不多 然後用很快就壞了 不是沒有錢 是錢包想要買一個自己會用很久的 我再說一次 不是沒有錢好嗎 還有我吃吐司也不是因為沒有錢 是我真的喜歡吃吐司好嗎 我覺得要看運氣吧 要看運氣吧 有的人可能也是買很便宜的錢包 然後用很久 可是我覺得運氣不好 用了一兩個禮拜就壞掉了 我那耳機也是爬文爬超久 然後最後才買耶 最後才買的那個耳機 但我現在有比較習慣 有比較習慣 而且我發現藍牙耳機的問題就是 它就是很容易掉 不只那一個就是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他嘉莉之前帶那個什麼 他還是帶什麼Apple AirPods 然後他也是掉到什麼 掉到什麼門縫後面 然後還找那個工作人 在那邊工作的人員幫他從那個縫縫拿出來 所以就 就是藍牙耳機它沒有線 所以它的問題就是掉下去之後不好找 沒有塞不進耳朵啦 就是藍牙耳機有時候就是 難免會出來一點 就再壓一下就好了 就洗 現在蠻習慣了 小千會寫耳機的評測文 所以小千有很多耳機喔 2000到4000耳機還蠻貴的耶 MINA可以從5000到6000的路手 你說什麼耳機還是 還是錢包 很貴耶 不管是耳機還是錢包 5000都很貴耶 他掉到三創的門縫 喔對啊 所以就是 我只是想要說 就是那個 無線藍牙耳機就是 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掉了之後 就是他會容易掉啊 就是有那個機率會掉啦 左右相連的比較不容易掉 可是就不想要有那個線 不想要有線 束縛你的話 就不會用那種相連的 可以轉換大小 當然就是會掉啊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動你的耳朵 好像 好對不起我耳朵不會到 我剛才動的是我的嘴巴 那就 有些人可以動他的耳朵嘛 或是我 我 像我昨天我就戴著耳機 然後在家裡 戴著耳機 然後在按摩臉 就是塗乳液什麼 然後要這樣子塗 會拉扯皮膚嘛 然後所以耳機就會鬆掉 那我要再調 對 那好像一般在家是不是不會這樣 反正就是你有一些外力怎麼樣 就是你耳機就是會 就是會鬆動啊 只要是那種 無線的時候會有這個問題 不管你買多貴的 就是你戴著耳機 你這樣推你的臉 他當然會動啊 就是這樣子擠啊 他當然會那個啊 臉動就掉了 對啊就是會這樣啊 有些人會把AirPods當裝飾品 然後掉了就沒發現了 誰會沒事把AirPods當裝飾品啊 耳朵就是要無時無刻都聽得到聲音啊 像昨天因為奶奶他很早就睡覺了 所以我就 我在家就會戴著耳機 就怕吵到奶奶 就會一直戴到我睡覺前 在家也一直戴著藍牙耳機 超喜歡 就是一定要 我只要清醒的狀態 我就一定不能沒有音樂 不然會受不了 耳機太緊帶久也會不舒服 我覺得我現在的耳機 我現在真的蠻習慣的 常常看到有人掉AirPods AirPods真的 耳朵聽不到聲音要趕快去看醫生 但是開很大聲吧 我不會開很大聲啊 在家我都是開最小聲的 聽得到就好了 常常看到一堆人戴著 AirPods沒有放音樂 你怎麼知道人家沒有放音樂 蘋果的耳機都好貴啊 我搭一般的耳機就好 我用哪一排的藍牙耳機 我用 呃 等一下喔 JLAB JLAB GO AIR的耳機 這是我上網查 他說 JLAB這個美國的牌子是 就是在美國最多人使用 然後評價很好的一個牌子 對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一開始用有一點不習慣 覺得他有點大 但現在已經習慣了 會不會常常沒電 我覺得是還好耶 他買的時候是有寫 好像充電4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用多久 忘記了 但是其實還好 不會不會很常充電 因為他都每次戴上去的時候 都會提醒你 就是 而且每次戴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 Hello Hello Bluetooth Connected Battery Flow 然後他會 就是會提醒你現在的電量 是 Medium還是Low 然後如果Medium的話 你就知道大概要充電這樣 但是我很喜歡就是 戴上去的時候他跟我說 Hello 然後我就覺得 喔有朋友在跟我說話 喔好邊緣喔 很像嗎 很像嗎 但反正就覺得每次戴上去的時候他跟我說Hello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有人陪我這樣就很開心 有嗎 有嗎 你們的藍牙耳機會跟你們說話嗎 JLab 對對對 他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Mina會不會沒事跟Siri聊天 沒有喔 沒有那麼無聊好不好 而且Siri只會惹我生氣 怎麼會模仿的那麼像 因為他每天都跟我說話 就像奶奶每天都在跟我說話 所以我也會模仿奶奶 就是你常相處的人 你會跟他越來越像 那耳機現在是我最常相處的一個朋友 我每次戴上他就說Hello 然後我就 嗯 這是我的朋友 陰垂機外唯一的朋友 對啊被發現了 為什麼要對Siri申請 Siri就很難聊啊 你不覺得Siri很難聊嗎 有時候就 就 可能有事情找Siri 然後就說 Siri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然後他說 對不起 我聽不懂 我聽不太懂您在說什麼 我怎麼會有那麼不好嗎 我小致明就很清楚 他有什麼好不懂的 我就覺得Siri真的有多難聊了 真的是不喜歡跟他說話 真的太難聊了 Mina知道其實Siri會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嗎 Siri 他不就只會念Rap嗎 他就是平平的啊 要覺得什麼 我可以清單Siri唱歌 他真的會唱嗎 Siri故意不理我 Siri就很難聊啊 我現在這樣子 他是不是又在監控我 然後他等一下就罵我說 他不想跟我說話 不小心就用了倉鼠才沒有 而且對他好像 我之前跟他講日文 他聽不懂耶 他只能識別中文 應該是因為我手機設定的 語言的問題 Siri會Beatbox 有我有叫他做過 Siri火大鐘等等要叫他 他不理我 Siri很有個性好不好 叫Siri唱有網子 他幹嘛不會唱 他會說他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文香要先去睡覺了 好喔 拜拜 明天還要上課 明天不是星期六嗎 我要先改變聲音 我有時候想說中文 有時候想說日文不行 等一下Siri把我強制關播 好可怕喔 我們下次有個被 被遠端監控的這個狀態耶 太恐怖了 Siri很笨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呢 等一下 直播真的強制被關掉 我好怕 聽說每一台Siri都不一樣 對啊人工智能啊 他們總有一天會獨佔地球的 你們要小心 惠宇現在去吃飯 10點才去吃飯 那麼晚 Siri會不會說台語 好像會耶 不行嗎 我沒好像 我也以為他會耶 Mina有聽過天王嗎 好像有聽過耶 Google的語音系統 比Siri聽得懂台灣的中文強調 哇 熊熊了 好 幸福 誰又偷送 剛才是 是 是 88 88怎麼又偷送啊 謝謝88的熊抱 對 但我感覺Google的語音系統比較好聊 我自己 我之前有看YouTuber的那個實驗 就是跟Siri聊天 跟Google小姐聊天 然後我覺得Google小姐比較有趣 就是很可愛 比較喜歡Google 星期六上 為什麼是補什麼啊 補什麼的班 你覺得熊的顏色不對 什麼意思啊 現在要聽音樂嗎 今天都沒有放音樂 Pixel的嗎 不知道 就是用Android系統 我剛剛為什麼講Siri Siri講久變系統 系統 Android系 突然不會講系這個音了 Android系統 都是Google小姐啊 的語音系統都是Google小姐 因為不是白色的 可能要等白色情人節之類的 Mina不會冷嘛 在家裡不會冷 這個是真知的衣服 其實還蠻溫暖的 謝謝愛起來的啾啾你喔 我剛剛想說摸一摸怎麼 摸錯了什麼東西 你拿到我的臉頰是什麼 阿拉丁神燈 我這樣摸一摸 然後就有毛出現了 人家出現神燈驚 摸一摸出現毛 C C跟C 對啊 英文的翻譯不太一樣 你有問過Google小姐 有沒有跟Siri先生在交往 Siri也是女生啊 所以他們有在交往啊 還是他們會聽不懂 爸爸還在家裡吹一個電風 阿那南部人啊 南部下道還穿短袖短褲 摸摸出現小場所 你都有喇叭直接放 聽說耳機太久不好 我平常在家裡是 都會用藍牙喇叭放 然後是 就出門一定會戴耳機 然後或者是奶奶睡覺了之後 想聽什麼我就會用耳機這樣子 趕快許願要一個新錢包 你說跟誰 跟Siri許願我要新錢包嗎 然後看他推薦什麼給我 但他會不會有接業配 然後就推薦業配的錢包給我 Siri回答 喔不是你的是Google小姐 Siri很慢 但是我現在比較想專心是因為 Google真的好可愛喔 我真的愛上他的人了 才好關閉女主導來的 我們來 等一下喔 來放個音樂 今天還沒有唱歌 現在我要先開一下我的網路 Google之間的Siri好人卡 騎車到底真的聽得到外面的聲音嗎 可以聽得到一點 因為我是開很小聲的 所以還好 大家騎車的話不要開太大聲 會危險 說不定Siri也推薦我小CK 不知道耶 放一下音樂 奶奶是在看古阿末嘛 對的 放那麼大聲 騎車可以聽到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用那種 那種抗噪的 抗噪的那種耳塞式的耳機 就是隔音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我都開最小聲 所以還是會聽得到外面有什麼聲音 這樣子 還是 還是要聽得到比較安全 奶奶想分享影片給你們聽嗎 沒有他本來影片都開很大聲 用耳機創造 絕對領域不是這樣用的吧 你就是在自己自我的世界 都聽不到旁邊的聲音 但我覺得有點危險 對國阿末的聲音很好人 東東晚安 果然是老人家 你說都放很大聲是不是 隨機放 沒有連到藍藥 老人家都放超大聲 耳骨式都開很大聲才聽到 對阿 所以我不太喜歡耳骨式的 而且因為坐捷運 捷運那個嗚嗚嗚的聲音很大 怎麼起屌 上公車捷運都戴耳機 把自己跟世界隔絕 我也會 如果是搭公車跟捷運的時候 我會調稍微大聲一點 因為一個是 捷運會有那個轟的聲音 所以都要再開稍微大聲音 然後在自己的世界 但有時候可能路上遇到朋友 他叫我都叫到 生死也 然後我才 沒聽到這樣 聽不到外面的世界會很慌 真的喔 我還蠻享受在自己的世界 但有時候會做過戰 上公車看到老人家看宗教影片 放超級大聲聽念經 我好像也有看過 但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尊重人家的宗教信仰 十幾歲之後是把耳機開最大聲 蛤 這樣子對耳朵很不好耶 因為像 我每天都戴耳機 然後我爸媽看到我 因為我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很喜歡聽音樂 好像舞專的時候吧 那時候因為買了第一台手機 便宜小小的手機 反正就是可以聽音樂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吃到飽上網 就沒有上網功能 只能打電話 但是就會在家有網路下載很多音樂 抓到手機裡面 所以那時候就是 手機對耳來說不是接電話的 就是一個MP3的播放器 每天一定要 一定要聽音樂 一定要帶著手機聽音樂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就用送的耳機 就是幾百塊而已 開始用期 然後後來用久了之後 就越來越對音質講究 然後就開始 耳機就越用越貴 從500啊800到1000起跳 就耳機就真的越用越貴 然後用了之後就回不去了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耳機貴真的是 真的是差蠻多 真的有差 對 之前聽音樂跟手機還會分開 所以聽音樂會用什麼 更好的播放器之類的吧 Sony嘛 對我的第一支手機 也是Sony Ericsson的 小小隻細細嘗嘗 但也是很可愛 就一手拿著小小的 是很好用 之前他有流行過Walkerman這個MP3 好像有聽過耶 那因為我爸媽就是看我那時候 每天都在聽 每天都戴著耳機 然後他們就說 你這樣每天聽 戴耳機不好 然後他們看新聞說什麼 有人每天戴耳機 然後耳朵就聽不見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很擔心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戴聽耳機 我都是開最小 都是開那個一格 我都是開最小聲的那一個 然後因為是入耳式的嘛 就是其實噪音格 覺得音樂小小聲聽到就OK了 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 聽不太到的問題 我都是開最小聲 而且因為後來去上貝斯克 然後老師也是說 我們要訓練 因為一般人其實聽音樂 一般都是最聽不到的 一個樂團裡面 一般人最聽不到的 都是貝斯的聲音 貝斯的聲音 是你要很仔細聽會聽到 然後一開始我們去上課 老師就告訴我們 要學著去聽貝斯的聲音 對 那他說要怎麼聽貝斯的聲音呢 因為有些同學跟老師反應說 老師我好像都聽不到貝斯聲音 都是吉他的聲音很明顯 鼓的聲音最明顯什麼的嘛 然後老師就說要聽貝斯聲音 第一點你要從聽很小聲的音樂開始 然後去訓練你的耳朵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哈哈我平常聽音樂都不大聲 所以我 然後我就發現 我好像還蠻容易聽到貝斯的聲音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我該不是一個天生的貝斯手吧 好啦沒有啦 就是覺得 我蠻習慣音樂聽很小聲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人對 很多人聽音樂都聽得好大聲喔 就有時候可能就是 人家分一支耳機說 欸你聽這首歌 比如說有時候結心他就說 欸我最近做了什麼歌 然後你聽一下 結果他就給我聽一邊耳機 他聽一邊 然後就發生了超大聲 我說等一下可以小聲一點 我還快聾了 他就說喔是喔 所以我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他們聽一首歌 欸Mina你要不要聽 然後就哇超大聲的 然後想說怎麼大家聽音樂都那麼大聲這樣子 因為我習慣聽小聲 聽歌的時候會刻意去聽Bass來 真的喔好感動喔 Bass的聲音頻率不是人而熟悉 所以大家會忽略 Bass的聲音真的要蠻仔細聽才會聽到 除非是一些Bass為主的歌啦 Mina對低音很敏銳 應該是我習慣 我現在習慣 聽歌都會去聽Bass 然後我如果聽到一些歌的Bass很酷 我就會把它 把它存起來 先寫萊莉莉的初心層徽章 對啊當然聽耳機真的不要聽太大聲 對耳朵不好 我不希望自己將來變成那種 聽不見的音樂家 有重低音的那種程式可以聽 我之前有用過欸 但我後來買了重低音的耳機之後 我就不再用重低音的程式 因為它也只是 就是幫助一點點 對啊Bass就是穩穩的 穩穩的一個支撐的一個樂器 但我真的好喜歡Bass 聽耳機的時候就有上班下班跟不後的時候會聽 平常就是一個人的時候會想聽耳機吧 不然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一直戴著耳機 就真的很失禮 戴耳機聽Mina直播都會開很大聲 這樣耳朵不會痛嗎 這樣說不定能夠跟貝多芬一樣寫出名曲 人家那麼厲害欸 你看那些以前厲害的音樂家 不管是失明還是失聰還是可以寫出很厲害的歌曲 但是他們都有很深厚的音樂底子 還有加上他們都有一點點的天才吧 我覺得我是屬於那種很沒有天分 但後天努力心 耳朵會痛 狗狗的耳朵會痛 看我的直播都放最大聲音太害羞了吧 謝謝正人的真情告白 失明的音樂家 沒有音樂家失明嗎 被多芬失聰是很晚期的事情 以前的生活娛樂很少 比較少外力干擾 所以就能創造好音樂 現在的話我也不想被外力干擾 所以我可能還是有點與世隔絕吧 而且說真的剛進AKB的時候 就覺得我要好好當個偶像 而且因為舞蹈真的底子 不是底子不夠 根本沒有舞蹈的底子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我不要再碰bass了 我舞都跳不好彈什麼bass 所以其實 就是之前蠻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在碰bass 然後一直到 有樂團的組成 然後那時候還有點沒有真實感吧 然後一直到發片了之後就覺得 就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就是我中間停滯了好幾年的時間 然後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進步 然後到最近開始有點意識到 這真的很不行 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多時間在讓我消磨了 雖然跳舞也很重要 但是 覺得好像現在可以 可以 再加入bass 在我的生活裡 不可以再 不可以 就是現在沒有那麼多舞蹈的壓力了 就是因為像現在也不是發片期嘛 發片期當然會比較忙 那現在算是 沒有那麼多新舞蹈要學的時候 就可以多花一點心力在bass上面 謝謝巴巴的花枝精采 而且 說真的偶像這一條路上 偶像這條路上有多少人 是這麼 的熱愛音樂 熱愛bass 特別是bass這個樂器 本來也比較少人學 因為我是真的 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bass 真的很喜歡bass 妳是 妳叫bass嗎 今天開始叫bass 可以期待新的bass cover嗎 先 再給我練習一下 我現在 再努力打一些 很基本的 基本功 你要喝下來 偶像的話本來就是什麼 還有幾包 這最後一包 還有一包 對啊 偶像一般人都 怎麼可能會 夢想就是 未來就是有發展什麼 職業bass的時候 什麼 不太可能有這種夢想吧 就是偶像 我的基本功 該不會是旋律練一起吧 基本功喔 我最近比較在練的是 我的基本功是看無限譜這件事情 因為我只有看無限譜太慢了 我所謂粉色名牌上面都寫bass 欸 妳是bass 妳也叫bass 八八想要去練舞 八八有時間嗎 瑞和晚安 沙盧晚安 你們要改英文名字叫bass 奶奶今天很有活力喔 因為我算了吧 奶奶之後可以成為偉大的音樂家 倒不敢說是音樂家啦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至少要有一個 至少要有一定的水平 沒有要多厲害多偉大的音樂家 但是要有一定的水平 那名流千詩 事也沒有這麼厲害 不是什麼偉人這樣 空擋棋 突然忘記到中文怎麼講 空窗棋 是嗎 空窗棋 耳機聲音台在靜電團 是聲音不是更紅 我覺得還好耶 電團式的還蠻講求Balance的 就是不要所有人都 比大聲 一個比一個大聲 我覺得就可以 今天是中午小週末 所以奶奶我過來了嗎 沒有 明天要去加班 奶奶明天也要上班 然後這狗狗都是直接抓一些 我也是我也是這樣子 但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之前去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跟我說 看五線譜對一個Bass的時候 來說很重要 然後我就卡在那邊卡了很久 然後就已經有點想放棄了這樣 然後最近就覺得 好想要把五線譜 就是再看會一點 就是聽說這樣對創作什麼會比較有幫助 我不知道耶 但我覺得反正最近沒什麼事的話 就 就 就 多訓練一下自己看五線譜 這件事情 可以去找一個捧口姐姐 她可以教你樂理 喔 但我覺得樂理這種事情 就是別人教你 但是你還要自己花時間去吸收一下 然後多練習才會變成自己的東西 對 朋友第一次陪你進練團 是都覺得耳朵會痛 會嗎 可是我覺得 可是像 有些成員會來聽我們練習 他們沒有覺得耳朵很痛耶 不要坐離鼓太近的位置就行 因為鼓比較難控制音量 不然就是你們整體 練團都調太大聲了 謝謝萊莉的初心得徽章 台灣不太用五線譜 做日本所有樂手都是五線譜溝通 對 我就覺得 因為我真的覺得日本的樂手都好強喔 他們就是一個走火入魔的那種 因為日本做事情都是很 就是很 我不知道怎麼講耶 他們都會很 有點鑽牛腳尖嗎 但這個鑽牛腳尖是稱讚的意思 就是在音樂方面鑽牛腳尖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要再鑽牛腳尖一點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我要的旋律 對啊 那現在想說就從基礎 好好的再學一下 之前都是用貝德跟看簡譜 我之前都是看視線譜 然後我會自己抓歌 但是就是 就是抓歌然後到自己的腦袋 就變自己的東西 但我覺得我有點就是在 我是憑感覺在彈的那種人 然後彈久了我就記起來的那一種 但是你問我樂理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好像這樣是不是很不專業 所以我最近才想說 是不是要好好 充實一下自己的基本功 還有包括樂理各方面 感覺Mina需要的 我覺得我需要的是基礎耶 去上捧摳姐姐的課 好和弦的新書 我有在想耶 我最近還看好和弦 對我有在看好和弦 YouTube就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有在想要不要買 就是支持好和弦 你認識的職業都是直接給和弦的 但是和弦對我來說已經 沒有什麼難度了啊 五線譜對我來說 是我困難的地方 看怎麼溝通吧 其實音樂這種東西 可以溝通是最重要 只是很怕自己 將來就有一天 人家丟給我一個五線譜 然後怕我看不懂就尷尬 如果我自己聽就了解了 樂理其實沒有很重要 小倩給我斷句一下 他有在認住 我自己聽就了解了 樂理其實沒有很重要 但是我看了很多影片都 不斷的灌輸我 其實樂理很重要 你樂理好才能夠 就是變化出很多東西 奶奶在喝什麼 奶奶在喝我買的奶茶 你是奶茶嗎 但是我就怕我買了 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我之前買的樂理書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完 樂理這種書 真的好難看完 你看完這個東西 你就覺得 天啊我腦袋要炸了 然後你要花時間消化 然後可能今天只消化兩頁吧 樂理真的太難了 整理好讓我省時間而已 當然我就覺得我不夠聰明嘛 我就需要別人整理給我 和弦盡情是編曲的事情 是沒錯啦 可是編曲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如果我以後想要走創作的話 我不知道我是不適合創作 因為其實 之前有寫了幾首歌 但是感覺都好像也沒有到 沒有到 那麼好 因為我現在學的就是最簡單的 一些C大調和弦什麼的 就感覺好像沒有編出什麼很難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好像要把樂理弄好 然後再學 才能寫出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不然就會所有歌 很多流行歌聽起來都很像啊 就是 對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行 而且因為我的聲音嘛 我的聲音是我的一個阻礙耶 你看台塵星月的聲音這麼讚 所以他就可以好好唱歌啦 可是我的聲音已經不是我加分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勢必要把Bass學好 或者是會創作什麼來幫自己加分 I don't know who the hell I am 沒有 突然想唱 好好聽喔 昨天又見到成星月了 昨天的人笑唱 開心 他好可愛 周杰倫也是簡單幾個和弦 還是創作了很多快智能口 可是周杰倫是 他 樂理底子很好 他好得很了 他 謝謝克萊兒的宇宙 晚安 通假好了 後續再加油就好 對啊 最近思考蠻多 這首是社會敗類啦 詹先生 說你 沒有 他除了眼母 但其實是社會敗類 附黑的面孔 流行歌有會紅的方程式 所以都挺像的 其實我蠻少聽那種 流行歌我比較少聽 就是我會聽 但是太太紅的歌 我就沒有 反而不太關注 比如說 好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講人家得罪人 反正就是 就是如果已經太多人聽的歌 我就會覺得 我怕那麼多人聽了 那我就不會特別想練那首歌 然後我反而會想要練一些 比較少人知道的歌 然後就是 順便介紹給大家 就是那首歌已經夠紅了 不需要我再推薦大家 我很喜歡陳新月 陳新月是 近幾年吧 他只出道兩年嗎 我好像是這一年以來 才喜歡他的 我那時候是先聽到 《至愛》這首歌 我超喜歡 然後 然後就去找他其他歌 然後我出來 我超喜歡他的聲音 我很喜歡那種有點 煙酒桑的感覺 好你說人家煙酒桑 是啊 他是煙酒桑啊 就是那種特別的 特別的唱腔 因為我沒辦法 我的聲音太 就是我的聲線比較扁 比較細一點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發這種聲音 那我會聽他歌 然後試著學他演酒桑 然後就覺得自己聲音 好像有變比較成熟了一點 好但其實並沒有 但就是 就學習嘛 就是人家很重要 很多人都是從模仿開始的嘛 然後最後變成自己的東西 大頭貼是女僕裝 不是女僕裝 那個是我們公演的制服 我們每個下半年開始每個月都有在烏梅劇場舉辦公演 公演就是從日本 原資人會搬過來的 那我們公演會換很多套衣服 這是其中的一套 對 然後有興趣可以上AKB4T 聽聽別的官網 看我們的公演資訊 我覺得公演有點像 有點像什麼 舞台劇的感覺嗎 這很有戲劇張力 對我來說有點像 舞台劇的感覺 歌舞劇 很像女服裝 因為我們是日系的團體 服裝就比較日系一點 就是會 胸前可能會有這種蝴蝶結 可愛的什麼啾啾之類的 對 胸裙 胸裙是一定要的 胸裙是可愛度加分的重點 小千喜歡五百的唱相當都學不來 小千是不是想要 小千的噁箱是五百就對了 我有感覺 超級深山感覺出那種 想要叛逆 想要成為五百孫娜的那種 決心 對 但是你 無法 喔沒有啦 可以再努力啦 可以再努力 還有空間 他可以先學 九一 再學五百 愛情的難度很低一點 是嗎 小千演唱會 對 差不多 會有機會來香港表演嗎 在去年的時候 我跟品涵有 因為偶像學員的活動 去香港表演 對 但是今年 明年也不知道 疫情會到什麼程度 可以出國的程度嗎 所以 安全期間應該還是 近期內不會有 海外的活動 大師級的音樂家 其實我之前沒有 沒有很喜歡五百 就是 我有說過吧 我對那種 就是什麼 很太台的那種 就是比較 比較還好 但是 後來是慢慢接觸 很多種的 音樂之後 就覺得其實五百是 蠻厲害的 所以難怪他那麼紅 就是人家紅 不是沒有他的原因的 好 911先不要 你都聽比較搖滾 911 911不搖滾嗎 911也是個團 88會模仿五百差光 騙人 88會嗎 但是我怎麼會來模仿給我聽聽 我沒有用平板 我都用手機 連筆電都很少用 因為太懶得開筆電了 還要充電 我聽李英宏嗎 李英宏 沒聽過耶 美國已經有疫苗了 真的假的 88模仿五百變八百 什麼笑點太低嗎 為什麼戳到奶奶的笑點 等一下88是真的會模仿嗎 還是你只是拿三百 然後就說你這樣是八百 911是勞蛇團體 911是勞蛇團體嗎 他們有勞蛇嗎 對啊他們哪有勞蛇啊 或者是比較接地氣吧 他們有勞蛇嗎 我怎麼對911沒什麼勞蛇的音 那不都是一些 我想說什麼 沒有就是歌啊 他們是歌不是勞蛇 勞蛇都有的定義 就是那種不太唱歌的 一直在rap 然後可能只有一小段很短的hook 但是911有勞蛇 他們是勞蛇團體嗎 他們是勞蛇團體嗎 是嗎 88的台灣國語很溜 911有不是 油rap不代表他是勞蛇團體啊 911 等一下等一下 我突然 911到底被定義是什麼團體啊 我怎麼就不覺得他們是勞蛇團體啊 我再查一下 我再查一下 等一下喔 看一下維... 呃... 我說明 我說明911 然後結果 我想要看911在維基百科被定義是什麼團體 結果它上面出現 911襲擊事件是2001年911 發生在美國本土的一系列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 等一下我不是要查這個911耶 打中文打中文 我得到了一個我很不想要的答案 打中文有用嗎 等一下喔 9是一個那個 我知道1是那個 9是那個911的 有了有了出現出現 真的耶 911是一個台灣台中的勞蛇音樂團體 真的假的 所以他們真的是勞蛇團體 所以911真的是勞蛇團體 真的假的 因為我想高尾軒這樣比較勞蛇 911 真的假的 害我突然想聽911的歌 他們有在勞蛇喔 我來播 我第一次了耶 我來幫你播 我來幫你播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看 刺青玫瑰花啊 來 我知道那首啊 911不是日本大電 那是311好不好 欸不是那是331 311是哪一天 311是那個 311是什麼啊 3111 沒有 是331 對玩通我知道是勞蛇團體啊 配你家配家 配你家配家 你說的那一首等一下喔 你說的那一首是啥啊 嗯 我要怎麼放那個啊 哪個 啊你說的是這個吧 痴情男子漢 嗨 他有rap嗎 這首有rap嗎 不是我都沒印象 331才是什麼 不是大地震嗎 喔311才是對的 331是我爸生日 331是爸爸生日啦 等一下 爸爸生日不是5月嗎 他是3月啦 331是爸爸生日 欸你是真的記錯嗎 你以為爸爸是5月生日 他他不是有兩個生日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傻眼 對啊是爸爸生日啦 311才是第一陣 奶奶是不孝女 要不記爸爸生日 331才是爸爸生日 這哪有這哪有在饒舌 你們不要理奶亂講 他自己亂記爸爸生日 有幾個啊 只有一個他記錯了 不要理他 不是這首 不是 出情男子漢就是這首啊 我剛才說是玫瑰花 喔 玫瑰花 哪一首歌有玫瑰花 找不到欸 是哪一首歌啊 但是沒有饒舌啊 哪有在饒舌 要不來聽原住民饒舌 那首叫什麼 奶奶說的那首是什麼 玫瑰花是另一個團體唱的 奶奶是HELLO 你們要再搞混了好不好 玫瑰花不是他們嗎 吃行玫瑰花是FIT911的陳小春 喔不是陳小春 是小春 喔喔喔喔喔喔 但還是友唱啊 Under Lover 不知道欸 蛤他們居然是饒舌團 但不像欸 他們跟我定義的饒舌好不像喔 好不像喔 好不管 現在十點半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今天再 再來放一首我喜歡的饒舌歌 然後 然後差不多念榜了大家 我最喜歡的饒舌歌手是樓俊碩 所以來放樓俊碩的歌 樓俊碩的新歌好像是這個 Write With Me 你來聽他的新歌 只有今天來不及唱歌 一直在聊天 謝謝下我的真情告白 小春最喜歡的是熊仔 熊仔的歌我有沒有聽 我覺得靜愛令很好聽 而且原來不只偶像靜愛令嗎 他們也有靜愛令嗎 他的歌詞寫的真的是 是 俊碩粉絲 很熟是不是 俊碩兇啊 Life Struggle 有啊我之前有唱過 瘦子 瘦子我也會聽 但是 瘦子已經很紅了 所以 不是啦 但我就是曲風來說 我比較喜歡樓俊碩 好啦我來念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12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11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第10名是詹先生 謝謝詹先生 第9名是落日 一笑 謝謝落日一笑 第8名是耳朵會痛的熊熊 謝謝熊熊 第7名是Akira 謝謝阿kira 第6名是Rex 謝謝Rex 第5名是志豪 謝謝志豪 第4名是戰倫 謝謝戰倫 第3名是 第2名是哲瑋 謝謝哲瑋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我們下週 下週一啦 應該通常都下週一直播 大家下週一見啦 掰掰 晚安晚安 明娜有聽過台客團草屯還是 喔有啊 草屯金娜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 大家晚安囉 掰掰 瑞隆晚安 黑雕晚安 各位晚安 露婷晚安 掰掰 魔力狼晚安 土日姬晚安 王子狗狗 欸王子狗 難得跟完全場耶 厲害喔 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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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一會兒 我們下週一會兒